阵险前稳若泰山川藏第一桥印证中国基建品质 大桥经受住了考验 不得不说咱们的桥梁建筑技术杠杠 9月5日四川卢定地震发生后 一条名为监控石拍 川藏第一桥雅康高速卢定大渡河大桥 地震瞬间汽车正从桥上驶过的视频 迅速刷爆了网络引来网友分尊为观 监控显示 地震发生瞬间 一辆白色小车正从川藏第一桥 卢定大渡河大桥上驶过 视频中随着6.8级地震震感 桥上的监控镜头也发生晃动 白色小车安全驶离大桥 资料显示 大桥按照抗争烈度9级射防 并可抵御12级台风 据新华社报道 该桥在设计上需要达到 抵御8级地震烈度的抗争标准 被誉为公路界的超级工程 网友称监控中的超级工程 也见证中国基建实力 2018年贯通的卢定大渡河大桥 是一座超大跨境刚横梁选锁桥 全长1411米 采用刚混叠河桥倒戏 被誉为川藏第一桥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了1.3万吨刚横梁制造任务 项目常务副经理 中铁宝桥扬州公司 安监环保部副部长王永强 在看到新闻报道后 心情尤为复杂 既为大桥安全平稳经受住地震考验感到欣慰 又为灾区人民受阔而感到担忧 回想2017年9月 项目团对一行人 带着公司的信任与期盼 肩负为祖国建好桥的使命 一路踏上崎岖川藏县 翻越威�峨二郎山 来到卢定县展里村大桥建设工地 至此便全身心地投入到项目的旅约建设中 卢定大渡河特大桥是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上 跨越大渡河的一座特大型桥梁 是该路段的控制性工程之一 大桥桥尾海拔高达1617米 桥面至水面高差达239米 大桥主蹲锁塔高达188米 水面至桥塔顶高差达364米 边坡高 特别是雅安侧不稳定高坡高达100米 地震烈度高达度 主蹲锁塔拼装区 位于雅安侧与康定侧大山峡谷间 峡谷气象多变 经常出现多物 风场稳弯 有时瞬间风速达32.6米每秒 相当于12级台风风速 记得最难最急的事情 就是在2017年国庆节前 需完成首个大阶段的拼装任务 以保证9月26日中央电视台 可以进行吊装架设的全程直播 面对复杂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时间景 任务中的双重挑战 项目成员没有一人退缩 大家心往一处想 近往一处 是 尤其是吃 住在雅安侧半山腰上的成员 在山间昼夜温差高达15摄氏度的极端天气下 仍咬紧牙关 克服困难 最终仅用10天时间 便完成了大阶段的拼装任务 确保节前实现吊装 大桥的建设者们充分发扬 保桥人敢打硬拼 吃苦耐劳 勇于奉献的精神 历时近500个日日夜夜 见证了川藏第一桥的建设奇迹